嗨,我是Eric 海外人应该选择大马的哪一家国际学校 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曾经是英国殖民国 所以大部分的国际学校是按照英式的体系来跑 和美式的选择会比较少 那么这里的教育体系呢 大部分就有分为A-level I-B就是英式的学制 和AP美式的学制 比起其他国家这一边的学费还是相当的低 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的教育体系是国际化的 同时也是世界要去各大名校的黄金跳板的一个国家 然后再来大马也是有不同的那些语言的沟通能力 有多元化美食 这个也是获得了各个海外家长的关注 然后又想把孩子送来这边读书的一个兴趣 那么吉隆坡和槟城也是海外人的首选国际学校区域 我们又如何去选择这些国际学校呢 首先不管是美式还是英式的教学体系都是被世界各地的那些大学所认同的 简单来说如果你参与以上的A-level ID或者是AP你都可以积极的去申请 英国 美国 澳洲 加拿大或者是新加坡 这些留学日门的知名大学 可能你在网上会看到国际学校有按照排名的推荐 其实换个角度去想 如果家长按照这些学校的排名去选择 那么就对于中介的工作来讲 他们会减少很多工作量 然后换句话说 其实对他们来讲是省事 然后快速得到他们的那个佣金 刚好就有提到中介这一部分 其实每一个家长不用透过他们也是可以自行去到每一家国际学校去申请入学的 如果你真的是不熟这边的环境 然后非要找中介不可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找房产中介 因为他们对于地区的细节啊 比如学校周边有哪一家房子是比较便宜 附近有什么设施 或者是路上沿着哪一条路走啊 是可以比较安全到家 这些他们都是可以解释到非常清楚 另外可能你在网上收到某一些学校的名字 都在谷歌的前两页出现 你就会按照这些资料来获得学校的排名 这样的效果我个人觉得那也是因为可能他们是放了一些钱去打广告 所以每一所学校都有不同的这个课程的体系 而因为不同的体系啊 给分数的方式也是有一些不同 那有些学校可能他在艺术上会比较有一些优势 那有些学校呢在课外活动上比较强一些 这样子的情况你又会去如何判断这些学校的排名呢 那我认为呢在你选择让你孩子读我以上提到的那三种教育体系之前呢 我们要明白要搞清楚每一个体系的分别和好处 首先就是A-level的这个课程呢 几乎都是被所有英语授课的大学啊 作为招收新生的一个入学标准 他的课程呢都是两年这样子的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世界各地的名校去上学啊 那么A-level就是不能忽略的一个课程 或者如果你不打算去升学啊你想要去上班啊 其实外面有很多公司啊看到你拿到A-level这个文明啊 是想要去请你的 而且A-level这个科目啊会比较多 一般如果你选择A-level读的话你真的是有兴趣啦 大概选三四个科目来去读就OK了 那么另外一个教育体系呢我也是非常推荐你们去读的 这个叫ID或者是IDD都是一样的意思 它主要就是为全球学生开设从幼儿园到大学的预科课程 专门是为3岁到19岁的学生提供在这一方面 包括智力啊情感啊还有个人发展 然后这个社会智能等方面的一个教育来的 反正就是除了考试之外ID的课程多的是让你关心周边还有社会的事情 通过这个课程啊你可以快速的发现你自己的兴趣 然后ID课程啊它就比较挑战而且呢都是比较难的 所以最后我认为啦如果你想要创业的人啊或者是你喜欢做销售啊 讲话不停的人啊喜欢社交的人啊 我觉得这个课程呢绝对是可以帮到你的 最后的一个体系就是AP中文叫做美国大学先修课程 AP是在高中阶段开设的啊具有大学水平的一个课程来的 OKAP他们是比较着重考试这一部分的也就是说比较合适一些学生啊 希望自己在学术上有更多的这个展示还有挑战自己的学习能力 总结来讲呢如果你是内向的人或者是喜欢透过一些动作啊一些行动来表达自己啊那么读AP就对了 所以你看每一所学校的教育体系都不同那么强项也是有不同 我们如何去分别还有去排名呢真的很难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一所学校啊 他每一年啊考出来的成绩的这些学生有多少%是拿的比较高的分数 然后再配合你孩子的个性啊来做出一个决定文这个我觉得啦是非常实际的一个出发点 以下我给家长们整理了大部分吉隆坡和槟城的国际学校资料 当然也是有包括大概的学费啦呃学校的体系啦 然后呃入学年龄等啊家长们直接可以啊下载 然后我也是有把各所国际学校的网页放在下面啊 你们也是可以一次过参考和学习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啊正在考虑来大马的家长们 希望我这个视频的内容啊可以帮助你一些 同时想要在大马国际学校附近找房子 好我下面有一个whatsapp link按进去和我们打个招呼就好了 咱下期见 有带泰国佛牌的人请注意如果你很想将手上的佛牌给他包上金壳 但却又没有那么多的预算你可以来到OUG这家店啊给他们包上一个3D打印金壳 啊当然这个不是纯金啦只是做出来的效果和真金壳非常相似 这个也是目前大马唯一家店是这么做的啊他们有两类壳的选择 第一个就是9.16然后另外一个是9.9的3D科技金啊分别就是说9.16的颜色啊 它是比较浅比较亮的而9.9的颜色呢比较深也是比较接近真金的色度 嗯价钱也是大概200到300多以内这个也是要看你的纹路设计还有佛牌的大小来决定 再来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让他们做的话呢最快是两个星期慢的话可能是一个月才完成 因为哦客户很多而且目前只有老板一个人在做非常用心 你看啊出来的手工都是非常精致 我已经是把那个link啊这家店的那个facebook的link放在下面了 你们直接可以联系老板 去吧 että